那那個菌它跑不出來 它就容易爛掉了 那第三個 就盡量能跟那個牆壁能溼的地方 可以去稍微分離一下 當然你還有 再來就是 請女去保養 這樣每兩個父母有要上一次 這樣子就OK了 就你的可以保養很多 所以 我們這只有少數換幾根 其實這個民國96年做到現在 也算還OK啦 那麼 我們每兩年都會請人家來去 全部再上過一次父母有這樣 其實做了這些的校園環境的改造的東西 它不只是工程啦 因為每個人都是老師嘛 所以你大概也知道說 學校在自然科 或學校在環境教育的時候 都必須要把這些工程的一些元素 跟這些歷程的東西 融進到你的課堂上裡面啦 可是問題是 以前很多人有一個概念 那個工程的基地是應該要很安全 所以就把它圍起來了 那圍起來的那個過程 工人在裡面怎麼鬥 其實我們不知道 然後一方面只有尋工地的這個總務主任 知道之後 學生不知道這個工程對他來講 有什麼樣的效益 他跟工程或者他跟這個 校園的環境是疏離的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需要做一個動作 你怎麼樣讓學生也進到工程裡面來 其實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去讓他記錄歷程 你可以去讓他知道說 這些怎麼做 那個做的功效 我可以怎麼玩 或者是你也可以讓他參與規劃跟設計的過程 你知道嗎?其實我們的樹屋 最剛開始是讓學生畫設計圖 然後學生自己票選 你可以票選出那個溪流的名稱 票選出你最喜歡樹屋要取什麼名字 我們那個溪流叫浮山溪 就是票選出來的 然後再來就是 學生的這些設計圖稿 可以去讓建築師去把它改造成 學生可以玩 又可以兼顧到安全 又可以兼顧到符合工程要的一些品質的要求上面的一些東西 所以這也是可以融進去的地方 然後最後整個工程都做好了 老師們要怎麼用 這些東西你可以把它讓老師們帶進來這個場域裡面之後 數學你可以玩距離的測量 或者是高低的落差 或者是視覺聽覺的這些視覺藝術的東西 你也可以在這個地方玩 然後語文的東西看你怎麼去應用 最後就是老師用這些設施進他的課程裡面 所以這樣子才不會是 枉費政府花這麼多錢做這麼多的工作 還有我們就是 當英文錢設計的時候 我們會當年文錢用 你看各位我們這個 今年的那個五頂整修 我們就是把那個天溝 把它弄雨水回收的氣候再加進去 加進去之後 你看現在正在做 那之前我們用了4.6mm的那個 那個什麼 無鏽鋼 0.6嗎 現在變1.2 1.2 就是讓它能更兼顧 然後可以有效益的 雨水回收的那個收集 你知道我剛剛 當總務的時候 我們的水費曾經飆到 最多1萬6 當 剛剛2、3以後 變成最多 最少成300塊 300塊 然後300塊 後來那個自來水 台北市自來水管理處的人 就來5下查了3次 我就帶了他去走一圈 我說我們怎麼去省水 怎麼去用 所以各位你們可以看到到處都有那個 雨水 可以嗎 這個 雨水 雨水回收錢物使用 這是我們立委所任 請人家去做 然後去到處有這個 我們就跟孩子講說 起托把 沖地板 請你用這個水 對 這個 請務引用 對 然後就這個 那邊也都有 就是希望是孩子能多用這個水 然後這個 那其他自來水做什麼用的 你要刷牙 你要洗臉 或是說 跟生理有接觸的 就是用這個 這個是 它這個是 雨水回收